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速度 创造这个速度的不是田径界 也不是制造界 而是攀岩界 说最近呢 一则攀岩的视频啊 火了 在2018年 法国攀岩世界杯资格赛上 我国名将中奇新 攀岩15米 居然只用了5.8秒啊 15米 5.8秒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你会以为 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段画面 它是在快进的 一块来看一下 千万别眨眼睛 快使用双血棍 如果又有轻功 飞檐走壁 我跟你们说 毫不夸张 节目开始前 这段视频我看的 也不是太多 也就重播了二十来遍 就是看到最后 我终于确定 这些都是真的了 要不然呢 你以为是假的吗 要不然我以为 是那根保护绳 把它拽上去的 这是攀岩世界杯好吗 没有外挂 是啊 难怪网友们都惊呆了 说这真的不是轻功吗 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帅呆了的小伙子吧 钟奇新 是我们中国国家 攀岩队的队长江西人 钟奇新呢 1989年出生 是世界唯一一位 速度赛大满贯得主 今年的7月13号 他在世界杯攀岩赛 法国站 15米速度攀岩竞技当中 获得了第四 但是呢 他在预赛却爬出了 今年我国速度攀岩的 最好成绩 5.8秒啊 对 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就只差0.01秒了 要知道攀岩运动 这个绝对是被欧美选手 垄断了有30多年的时间 而钟奇新的出现 属于是石破天惊的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能够连续四次 获得市井赛冠军的选手 世界杯之前 一两个月啊 他还刚拿到了 亚洲杯和大师赛的冠军 都是国际性的赛事 特别牛啊 对 而且都跟我们刚刚看到 那段视频的画面差不多啊 就是五层楼高度的 这个攀岩墙 他大概不到六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攀爬上去 对对对 而有的岩点才有 就是一半拳头那么大小 这就是身轻如燕呢 还有个地方 我看到那个右脚啊 根本就没有踩那个岩点 真的要飞上去呢 对 就直接蹬一下岩地 从来就上去了 就好像那个武侠小说 写到的传说当中的 飞岩走壁如履平地 我跟你讲 哥哥啊 你就是把那个墙给我放倒了 我爬都不一定比他快 我看到我网友说的挺道的 说这么多年哈 向外国网友解释 中国人真的不会轻功这件事 看来我们是白解释了 诶 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们中国人的速度和爆发力 当然人前的风光 都是背后的努力 那当然了 钟其心是少数 还留守赛场的老将了 他常常会跟95后们一起比赛 其实呢 成功的路上呢 不挤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这钟其心呢 2005年开始进入这一行 至今已经有13年了 你就说吧 有多少人能够13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情呢 对啊 我们看着觉得挺帅的挺轻松的 但是其实训练日常真的是很枯燥很乏味 尤其这个攀岩运动在2015年之前还没有被列入到大赛的正式项目 也没有完善的训练体系 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对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攀岩就被确定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了 对 2016年他又被确定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以后这一项运动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这8月份呢 钟其心会领先我国攀岩队出征雅加达亚运会 到时候肯定又会帅倒一片呢 加油 攀岩界的飞人钟其心